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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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会遇到你 没有你 一点也不扎心 有了你凌乱我的神经 Hey Hey 我到底得罪了谁才 遇到你 对的我没了脾气 翻透了你 用过的话都不靠近 我不想你谁想你让谁想去 我谢谢你放过我可不可以 我早已走到屋里 我开始怀疑人生 可为什么偏偏爱上了你 我不想跳进你的壳里再逃不出去了 我的心不反应你 可偏偏我和你斗了一种奇怪的默契 还有你 早 Kleine 快走 快点 好 我去 什么情况 肯定是我爸临走的时候给我锁上的 妈呀妈 你又中了我爸的圈套了 薛摩 怎么了 霍编 什么事 你可来了 找钥匙 找钥匙 我别锁进来了 你家那么大 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反正我知道 客厅里肯定不会有钥匙 小华 我们还是好朋友 陈墨 记得我 好 我这就给你找 找到没 我找到了找到了 我找到了找到了 快上来快上来快 这什么东西啊 我要离开这个不讲理的家 你以为你小学生啊 还玩离家出走 小学生 他们还到我是幼儿园子呢 管我金币 那 那你离家出走你去哪儿啊 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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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菜市场干嘛 吃饭 这么奇怪 去菜市场吃饭 怎么办啊 都怪我不好 是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后果 让他们几个形象都受了损 还因为我伤了感情 怎么办啊 要想想办法给他们澄清啊 你怎么来了 完美男友牌店的宝 原生态无污染 永久使用不用维修的暖宝宝 坦克尔小姐专用 乖宝宝想死你了 我们来了 这 这么劲宝 你们继续啊 注意影响啊 撒的一手好狗粮 好狗粮 就你花朵 无聊 你们来干嘛 是我叫他们来的 你让他们来干嘛 我们大家在一起聚聚吃火锅啊 可啊 不管发生天大的事情 先把肚子填爆 对不对 董事长 霍总裁毕竟还年轻 一时想不通 过几天就好了 我会随时留意他的 不用管他 董事长 您不是一向挺喜欢唐克尔的吗 不是一直还想撮合他们俩的吗 霍宾和唐克尔 他们俩还年轻 我想通过这次呢 让他们两个人共同经历 共同面对这次困难 以便让他们的爱情更加坚固 也是为了帮助霍宾成长 霍宾哪 太孩子气 而且我也想看一看 露翔是不是真的想帮他们办好购物节 如果他不是真心的 他就不会帮他 看来 还是董事长考虑得周到 这个好吃 就我下个啊 一会儿没空请 来来来来 大家都动起来啊 来 都吃点东西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们只有吃饱喝足了 才有力气啊 跟你起人对着干 是不是 对对对 干杯干杯干杯 来 来啊 不睡点啊 那个 哥 我想敬大家一杯 给你们道个歉 是我连累了你们 我本来想帮你们把宣传片拍好的 但现在不但宣传片没有拍好 反正让你们名誉都受损了 但你们放心 现在这个事情 我一定会很快挽回这个局面的 哥儿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事啊 不怨你 要怪就怪 对 某些人就是一条鱼 心里一锅汤 你们说是不是啊 可不是 就是 冤有头 债有主 可儿 我支持你 对 可儿 有什么困难 咱们一块儿扛 我们都相信你 来 来 干杯 来 来 菲菲 可儿 你不要把什么责任 都往你自己身上拉 我们大家是一个集体 我们会帮你的 对 可儿 我们会帮你的 来 大家干杯 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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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干杯 有没有烫到我 菲菲 我带你去服个药 服什么药呀 你什么意思 说话拐弯抹角 有话直说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可儿是因为谁被停了职 你不知道吗 我们几个 又是因为谁每天被网友骂 你也不知道 怎么着 现在还对受害者 撒起起来了 你们是受害者 难道我就不是吗 我只不过去找朋友 说了几句话而已 前后才八分钟 就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我凑在哪儿了 我知道 你们想让我背黑锅 把我赶出爱街是不是 我告诉你呢 不可能 我没有错 公司没有权利让我走 菲菲 水没事吧 我带你去涂个药吧 我涂什么药啊 我不希望你同情 还有 你没事自作多情 发什么声明啊 不但事情没有解决 还把我连累成害大家的坏人 有你这么做闺蜜的吗 对不起啊 菲菲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崔大飞 你够了 何儿也是为了帮你 不领情就算了 你发什么疯啊 好 你们都是好人 就我是巫婆 行了吧 菲菲 你走开啊 没事吧 何儿 没事吧 没事吧 您闹够了没有 好 龙总不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好 谢谢 找不到龙总 怎么帮可儿证明清白 我就不信你不回来 我就不信你不回来 龙总 龙总 我想和你谈谈 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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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鬼鬼祟祟来这儿干吗 你是不是又想背后耍什么印招 我还要问你呢 你到这儿来干吗呀 是不是又想帮唐可儿 是 我是想找龙总 帮唐可儿澄清 你别在背后搞小动作了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话 你都当耳旁风是吗 你是个男人 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 事业 事业明白吗 爱情算什么呀 我没有必要事业 只不过我不会向你在背后耍阴招 我会用我的方式证明 还有我警告你 我不许你在背后伤害唐可儿 或许好好经历你的花质波 韩月的事情用不着你来管 我会用我的方式向你证明 我会完成我的使命 你真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啊 可儿 你放心吧 就算天塌下来 还有我呢 我会保护你的 你怎么保护啊 你的方式就是 离家出走 你怎么知道的 陈助理给我打过电话了 我知道有时候我有点幼稚 但是 我一定要跟我爸表明我的态度呀 我是你男朋友 我一定要站在你这边的 你站在我这边有什么用啊 问题还不是没有解决吗 我现在在乎的不是我被停职了 是他们现在这样名誉扫地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可儿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陪你一会儿吧 走吧 好吧 我只能够有一个人静腺 我还是想带来 我来 你给我一个人静 信心 我还是想带我 我再想带他 你一直都不误了 父亲 你这 конце个人 丹飞 是我太着急了 对不起 希望你比介意 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是相信你的 我相信你 至少我和可儿是相信你的 而且我今天来的目的 也是来找你的 希望你能带我去见一下你那位朋友 你是说小鹿 只有找到他 让他把所有的真相说出来 才可以证明可儿是无辜的 也可以还你一个清白 还所有人一个清白 嗯 霍宾 谢谢你 只有你 没有像他们一样指责我 别说这么多了 快去找小鹿吧 小鹿 小鹿我是丹飞啊 小鹿 什么是 什么样 呀 我给你干吗 怎么搞的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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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宾 霍宾 你不用过来了 小乐不在家 我马上出来 配合得很好 这是 去英国的机票 几个小时以后出发 那我什么时候能回来 听我通知吧 可是如果你没有接到我的通知 就私自回来和崔丹飞见面 你可小心点 酒楼肯定有监控摄像头 我们把下午的视频调出来 证明你在包厢里 只待了七八分钟 这样 那些传奇给富豪饭局 陪酒的谣言 就不攻自破了 希望那些视频没有被删除 我们到了 怎么锁上了 这才几点呢 怎么回事啊 我就觉得不对劲呢 怎么没有人啊 里面开着灯 为什么外面还锁着门呢 我怎么觉得那么奇怪呢 喂 你们这包不讲理的 包壳还这么惨 有胆做出这种事 没胆承担呢 速度无归啊 把门开开 开门呢 白妃 你让开 好 我别 大妃 大妃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没事 我扶你去歇一下 好 来 你怎么样了 没事 没事 还疼吗 马上就不疼了 来 坐一下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去哪儿啊 谢谢你啊 可儿有你这样的男朋友可真好 有什么好的 作为他男朋友 我连忙都没帮上 你已经很努力了 你别着急 我们一定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你刚才 确实挤了一点 我们现在正在风口浪尖 千万不要留下什么把柄给别人 是啊 丹妃 我刚刚太冲动了 实在不好意思 不过幸好有你 及时阻止了我 客气什么呀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吗 我一定要帮可儿细刷园区 让他相信 我是有能力保护他的 来我家住 为什么 当然了 我现在离家主走了 只有你能收留我了 凭什么 凭什么 开门啊 开门 火边 这是我家 这 陪天理啊 霏霏 手还疼吗 我刚出去给你买了药 你涂上吧 我知道 你心里有很多委屈 很不开心 我把药给你搁门口了 记得涂上啊 好 美丽的姑娘 你心情好点了没有啊 臭小子 敢冲我不在的时候 调戏我们家可儿 看我怎么收拾你 行了 别闹了 可儿 你终于笑了 你心情好点了没啊 还可以 但是 我还没有想到办法 帮大家挽回形象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以去发泄一下吗 怎么发泄呢 你平时不高兴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发泄啊 我想到了 我挂了啊 怎么给我挂了呀 臭 丫头 好吧 那 我就睡觉了 哎呀 睡上一个美美的觉 起来之后 继续保护我们家可儿 菲菲 手没事吧 用了你的药 不疼了 来 好了 快来 坐 我跟你说啊 我把里面所有的敌人 都想象成 生活中弄坏人 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发现完之后 心情就会好很多的 火星爱人 对啊 我以前 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跟霍斌经常玩这个游戏 我们不是因为游戏走到一起的吗 嗯 但是 分手之后 就再也没玩过了 你们分手之后就再也没玩过了 那霍斌 应该还不知道 可儿就是她在游戏里的老婆吧 可儿 要不我也来试试 你教教我 好啊 特别好玩 你看 而且特别简单啊 我跟你说 把这个游戏账号打开 登录账号 先登录我的啊 鸵鸟快跑 输入密码 五 六 三 好 然后这就是游戏界面 进去就可以了 怎么样 旅手好点没有啊 好很多了 谢谢 对不起 可儿 我知道你是因为我 才被停职的 我们是好闺蜜 说什么对不起啊 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面对 一起解决 所有的问题 很快都会过去的 谢谢 你能原谅我 真的特别开心 我也开心 对了 今天拍宣传片之前 你说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宣传片之前 你看我这脑子 我给忘了 估计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行 我们再玩一去 好 丹妃 怎么就这么凑强 让你比可儿先知道 霍兵有失忆症的秘密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 让你获得了这次绝佳的机会 你必须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让霍兵对你有好感 这样 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来 霍兵 快过来啊 霍兵 来了 可儿 别怪我 是你逼我的 我一定要把霍兵抢过来 试游戏怎么玩啊 试游戏怎么玩啊 哎 哎 鸵鸟上线了 霍兵 算了 给她个惊喜算了 你好啊 好久不见 欣欣啊 谁跟你好久不见 你谁啊 不回我 我好歹也是你老公 痞子伯爵的兄弟 你这样也太无情了吧 痞子伯爵不是火冰吗 吴子齐 徐亚摩 回了 早就仰慕大神的风采 明日中午十二点 可否约一句 行啊 OK 翠丹妃 明天中午就利用这个机会 让霍冰知道 你才是她老婆 虽然只是游戏里的 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跟她一点一点地拉近距离 陆祥 爸 这么早就来了 我妈打电话说有急事找我 吃早餐 陆祥 你来了 吃早餐 来 走吧 妈 那个 你不是找我有急事吗 什么事情 还不是因为你弟弟的事 他说离家出走 昨天一晚上真的没回来 有可能睡在他朋友家里了 你别担心 你劝劝你弟弟 从小他最听你的话了 嗯 长大了 你这个当哥的不能不管啊 放心 妈妈 我知道了 走 吃早饭吧 走 嗯 喂 杜总 情况怎么样 他出门了 究竟要去哪儿 不知道 好 继续跟着 跟上 好 可儿 我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啊 那个 你们没事就 不要去我房间里面打扰我 放心 不会让人打扰你的 好 一会儿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保密 待会儿告诉你 先敲门 谁是秘秘的 来了 来了 叮叮叮 你怎么来了 我饿了个儿 有饭吃吗 你蹭饭还挺好意思的嘛 那当然了 蹭女朋友的饭嘛 应该的嘛 行了 你去那边等我 还得一会儿呢 快去 那你快点啊 去吧 我去 蹭饭还带电脑 你绝病吧 十二点 我约了鸵鸟快跑上线玩一局 看着吧 可儿一会儿到了十二点 准回房间玩游戏 你什么时候约的 昨天晚上 谁是鸵鸟快跑这个问题 在我心里已经困扰很久了 我比你更迫切地想知道他是谁 难道 你就不期待着是唐可儿 当然期待啊 看着吧 是不是把时间忘了呀 不行 我得去提醒他一下 可儿 可儿 十二点之前 你能把饭做好吗 十二点 你不是还有事吗 什么事啊 就是 行了行了 你别在这儿爱手爱脚的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我跟你说啊 我菜马上就做完了 马上 做好等着吃啊 不是可儿 不是可儿 难道是我弄错了 真的不是可儿 饭好了 货彬 上楼叫一下飞飞 好嘞 好嘞 大飞 可儿叫你下去吃饭 火冰 火冰啊 是你啊 可儿饭做好了 下来吃吧 我刚刚在玩乐器呢 你玩什么游戏啊 火箭爱人 你玩这款游戏啊 对啊 火箭爱人 蛊鸟快跑 蛊鸟快跑是你啊 对啊 痞子伯爵 你知道我是痞子伯爵 我们之前是 见过 我的意思是 我记性可能不太好 你不但记性不好 你还很没有礼貌呢 想当年 我们是一起玩游戏的战友 游戏外 我们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可是有一段时间 你突然就不在线了 等我上线的时候 你也不理我 所以我就没有玩游戏了 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我又玩了 不好意思啊 那段时间 我家里面出了点事情 不过你后来怎么不跟我说啊 后来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我心里还在怪你吧 反正你不提我也就不提喽 不过现在我也不怪你了 因为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你怎么知道的 难道你知道些什么 不好意思啊 那天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那天你在医院 跟李院长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我以前错怪你了 原来你是得了失忆症 这件事可而不知道 你要答应我 一定不要告诉他 我当然不会跟他说了 任何人都接受不了 自己有一个 得了失忆症的男朋友嘛 放心吧 我也知道 这要瞒着他不好 但是我真的怕他 知道了真相之后 会离开我 我理解你 每一个人 守着自己的秘密 很辛苦 很艰难 不过你放心 有我呢 以后你就把我当做一个 小助理 垃圾桶 有什么不开心的 你告诉我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你也告诉我 放心 我一定帮你守好秘密 谢谢你啊 太妃 谢什么呀 我帮你就是帮可儿 这不是一箭双雕的事吗 可儿 你这鸡蛋有点咸啊 咸 下次我注意啊 给 呀 我忘了 你帮我盛一下饭 我就叫他们啊 哦 好 来 加油吧 我鼓励你 加油 我 我太饿了 我就先吃饭了 没人等你 好了 吃饭吧 下去吧 好 好香啊 可儿 是不是专门给我做的呀 看着不错啊 来 不错 你刚才去叫菲菲怎么那么久啊 她电脑坏了 让我帮她修一下 对啊 霍宾帮我修电脑来着 可儿 你不会吃醋了吧 没有 我忘了 刚刚你说别让人打扰你 我还让霍宾叫你吃饭 没事啊 不打扰啊 喂 什么 开门了 好 马上过去 出什么事了 上午我让范甜甜和邵白头在饭店门口等着 门一旦开 我们就过去 但非可儿 我们走吧 去饭店干吗 去找我去饭店的监控视频 对 只要找到那个视频 就能证明你只在里面待了八分钟 而不是去吃饭的 你们先去吧 我还有事 为什么 我 我之前约了陆翔 你放着正事不做 去约我哥干吗 我跟陆翔也是去办正事 我们也是在找解决办法呀 我哥能有什么解决办法呀 我才是你男朋友 放着我不管 约我哥 霍宾 行了 行了 时间来不及了 霍宾 我们先走吧 走吧 我怎么闻着一股火药味啊 快吃吧 可儿 为什么不是你啊 怎么了 可儿 是不是不舒服啊 没有啊 你说一个男生 会因为什么事情 跟自己的女朋友撒谎啊 你是不是和霍宾吵架了 没有 我们现在去哪儿 我找人查了龙总的位置 他现在正在和一个人谈事情 我们现在过去赌他 好让他给你们证明清白 老板 老板 你好 你好 那个 昨天你们这儿的监控视频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 对我们非常重要 求求你了 求我也没用啊 监控器三天前就已经坏了 什么都没拍到 那让我们接见你们的服务员也可以 对对对对 你说的是发视频的那两个 已经被开除了 开除了 为什么 第一天上班 就给我们酒店惹这么大的麻烦 不开除留着干嘛 对对对 老板 你说得对 像这样的员工 我也会第一时间开除 不过要不然你看这样 你把他们的电话跟住址告诉 我去找他们 替你出口气 他们都是第一天上班 都没有办入职呢 我怎么知道他们的电话还有住址啊 我 行了行了 你们都别纠缠了啊 我也有事 老板 老板 再想想办法 干嘛 放手 怎么办 看样子 酒楼这里是找不到任何线索了 霍辩 现在怎么办 霍辩 你不是让胡静和王美人去找龙总了吗 对 我问一下 喂 怎么样了 喂 霍总 我们在茶楼外 看到龙总 跟一个男人进去了 好 我们现在去找你们 去跟他们会合吧 好 走了啊 走了 辛苦你了 好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那我这儿的生意 您以后还得多照顾啊 我一年在外面请朋友吃饭也要几十万 照顾谁的生意不是照顾 肯定是老朋友啊 他们要是再找你 别理他们就是了 你放心 我明白 我走了 慢走啊 来 他们俩怎么也来了 也是来找龙总的吧 那叫他们过来吧 不用 我们订我们的 不用管他们 我们来这儿干嘛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两位 需要点什么 康助理 我现在是这儿的服务员 怎么回事 现在龙总就在隔壁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 先卖个棺子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两位 里边请 好不容易把你请过来 你难死我了 龙总啊 你这三番五次的打电话来约我吃饭 是公司出了什么问题吧 高总啊高总 还是你了解我呀 那好 我们边吃边谈 高总啊 您就是不让我把客套话说出来 直奔主题啊你这是 直奔主题多好啊 这么多年的兄弟了 有什么话实说 对对对对 不用管人们 这小子先喝茶 喝茶 最近是刚从哪儿回来啊 这不是刚从松家坡啊 好了 你看好 你一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这地方去多了 感觉哪儿都不如国内 是不是啊 国外啊 为一些亲切的老朋友 都聚在一起喝喝茶 这风情再好啊 你们在做什么啊 你们在做什么啊 是不是啊 对中国人来说啊 这人情自然比风情更多 当然了 来来来喝茶 你们怎么才来啊 他们 他们在茶楼里面 霍宾 现在怎么办 我们进去就是为了让姓龙的 把事实说出来 证明丹妃只是去见朋友 什么都没做 但那个龙总不是什么好人 他能答应吗 放心有我在 我怕他不答应 这样 我跟单位先进去 你们就在原地待命 好 好 走 其实我的公司是出了一点问题 都是因为上次那个项目嘛 你们是谁啊 谁让你们传进来的 龙总 您好 我给我介绍一下 我叫霍宾 爱街集团的总裁 你是在富豪饭剧中 因你而鸣于受损的那几个女孩的上司 霍宾怎么来了 霍宾怎么来了 陆总 我刚才看到霍总来了 直接闯进了包房内 相信我可以 将寂寞聚散 给你最久的陪伴 补带 相信你会懂 我有多勇敢 就像迎着风雨飘摇 回家的孤帆 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 如果你不决定还爱着 请不要把回忆演一笔勾销 我来替你记着 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 因为我想起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 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 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 如果你不决定还爱着 请不要把回忆演一笔勾销 我来替你记着 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 因为我想起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 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 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 如果你不决定还爱着 请不要把回忆演一笔勾销 我来替你记着 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 因为我相信你还是我永不变的选择 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 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 你不一定会是吗